再來的話,我們來把剛剛的這個程式再做一個修改 主要是配合常會遇到方選的這個應用 一般有人把它翻譯成函式 或者有人把它翻譯成函數 其實都是一樣的意思 當然如果一般我們來看的話 這個方選的話,在這裡我們主要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沒有回傳值的 一種是有回傳值的 有回傳值是return return一個值給你 比如說我今天獨立出一個function 然後有兩種敘述 一個是說我做完之後 我就直接在那個function全部處理完畢了 甚至連是不是指數我通通也都在那邊處理 另外一種是說 你那邊處理完 你不要直接把這個是不是指數做print print的話 主要是在主程式上面print 這個function 蠻重要,尤其是在什麼地方 就是說如果你希望讓你的程式 很多地方如果共用某部分 某一個區段的程式的時候 那就絕對有必要把它寫成function OK 不過因為我們這一題其實只是 想要做出那樣的function的樣子 實際上我們這裡如果不把它改成function 一樣是可以run 那首先的話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function 撰寫 讓它做一個精簡動作 首先的話第一個 如果你要寫function的話 記得一定要寫在我們module的上方 特別最好 比如說以這個來看 比如說這一題 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基本上在這邊有分兩種 一種是沒有回傳值的 沒有return的 其實類似於VBA裡面的sub 如果你有寫過VBA的話 前面我們有沒有講過的sub sub又類似按鈕 按下去 反正跑完它不會問你任何的問題 另外有一種是有回傳值的 類似VBA裡面的function OK 那個function的話就是會return一個東西給你 OK 看你要怎麼處理 你在針對return的資料做後續的程式斷寫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那當然 比較簡單的是沒有回傳值的 沒有回傳值的寫法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這一段 OK 我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要寫成沒有回傳值的 這個稍微比較精簡 那其實重點可以分成兩個區塊 一個區塊的話呢 是下方的這個主程式 下方這個部分是主程式 上方的這個部分 它就是一個function OK 沒有return值 我們執行的話 會從第九行開始執行 所以我現在是input一個值 以前input之後的話 執行的部分呢 就是在底下執行 然後再做print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我們執行的動作 會轉移到哪裡 轉移到 這個有一個叫test的一個function 所以我們呼叫什麼 呼叫這一支程式 也就是做的動作呢 就會轉移到上面的這個方 方圈去run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執行一下 那看到結果應該會是一模一樣的 比如說輸入51 有沒有 那意思就是說 輸入51之後 它把這個51的詞 傳給上面這個function 然後讓這個function在上面run run完之後呢 直接告訴我 是不是一個值數 所以enter 不是值數 OK 那run一下 我覺得3的話 結果當然也會跟剛剛一樣 是值數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做那個程式的修改 那剛剛 這個是我們 這個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我要把它 恢復像剛剛的這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如何撰寫那個 這個function部分 第一個的話 記得 我們function的部分呢 注意第一個 要先在上面 記得要寫在這個module的上面 開頭的話呢 要打一個關鍵字 叫df ok df的話 可能是define吧 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它可能 希望不要打太多字 因為它知道 現在人都很懶得打太多字 就像寫程式一樣 像我自己也是一樣 少打我就少打 所以像有些那個變數 我取的名稱越清潔越好 ok 但是可能要考慮到 如果那個程式是你自己寫一個人看的話 那ok 沒問題 你看懂就好 可是如果這個程式是一個teamwork 大家都要看 然後你可能要有一個規則 好 那function的開頭是df 空一個之後的話 空一個之後的話 打一個 比如說取個名稱 叫test好了 後面加一個括弧 括弧之後的話 再打一個 冒號 enter ok 這邊好 enter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底下的話 特別注意 你要記得要傳遲給它 那怎麼樣傳遲給它 我們可以把這個prong的這個變數名稱 把它直接用這個名稱好了 那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是變數 可是你帶過來這邊的話 它變一個參數 雖然名稱取一樣 當然你也可以取部一樣 可是取部一樣的話 等一下 你變成程式要改的地方比較多 那再來的話 我們 主程式 底下是主程式 所以我把下面 除了input的這個部分 直接把 D行以外的底下 全部都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個 這個function的底下 ok 記得 因為它是在它的下一階 所以你搬過來之後 記得按一個TAB鍵 好 ok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把這個程式改成那個function的話 上面要先加一行 一個敘述 再來的話呢 把剛剛的程式 除了第一行以外 搬到它的下方 按個TAB鍵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再來就呼叫它了 ok 所以上面這個方便已經寫完了 接下來如果我要呼叫的話 那我就直接什麼 呼叫它的名稱 所以我們有個text 那一樣的 我要傳一個值給它 傳什麼值呢 我就把這個使用者傳給我的這個prong 這個值 丟給它 那我丟給它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值 帶到上面這邊來 變成一個參數 然後呢 它就幫我把結果 跑完了 ok 大概是這樣改 那我們來把這個程式執行一下 看一下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51 enter 不是指數 ok 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那個程式 試著改成第一種 沒有回傳值的 這個function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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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